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是一个小城是吧 还可以吧 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 基本上人们都是朝九晚五的那种生活 可能在南京 我接触的一些工作 大家可能是还在加班的时间 可能我的家人已经在休息睡觉了 我刚才看到他以后就 因为我开始看他 他说一句话评价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肯定是工作学习赚钱累死了 然后我一看他那个眼带 真是挺累的感觉 好重的眼带 就好累的感觉 还真有一点 这个我倒不介意 我跟你说 我现在关心的是什么 来 你们跟我看 同事眼中的自己 财迷 我就想问问 大家为什么会对你有财迷这样的评价 因为我除了我的休息时间 基本上都是用来赚钱工作了 你看我问了个好问题吧 直接回答了我也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 你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赚钱 几乎都是 几乎 那就说说吧 你在来到非你莫属之前 最近的一周 你的工作和兼职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更重要是赚了多少钱 问得好 你看咱俩也财迷 原先的时候是在通过达尔 是跟广电的师哥师姐 他们一起有参与校外的一些 小公司的一些宣传片拍摄 是可以获得一笔 报酬 对 像我的寒暑假几乎是不回家的 一直是通过各种 兼职吧 也算是兼职 像杭州的格力 或者是 去格力干啥呀 算是流水线的一种支援 那我想问你啊 李源你最多一个月赚过多少钱呢 因为财迷嘛 我觉得一定要创造财富呀 五千多 五千多哈 就说到财迷嘛 其实就是我特别有这个共鸣啊 因为我自己在传媒大学 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 十四年前 然后我那个时候 每天会去动物园进货 然后进回来衣服 每天自己还可以换新衣服 第二天自己穿过衣服 还能卖出去 什么 天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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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我要说一下 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你说说这个吧 对 那个时候我基本十四年前一个月赚到八千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是我们全校摆地摊生意最好的 一个月 对 十四年前 对 所以那个成为现在做了企业嘛 他那会儿其实做的是一个商人做的事 然后他呢是做的是一个打工人做的事 对 我想问一下花姐 你就是从学校走出来啊 嗯 挣的第一笔钱是多少 我上学的时候真的也蛮多的 啊 我那个暑假 就说一个月最多挣多少 九五年一个暑假挣了一万多块钱 哇 九五年的时候一万多 啊 有很厉害 我数一下 这一圈全是财米 对 来再问一下 徐磊先生 我我九六年一个暑假赚了八万 哇 高手 高手 一个暑假八万 因为我翻翻译了大量的书 别的其实也干不了 因为专业 我还才四年级 在清华的四年级 本科四年级 其实很多专业能力还不够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大量的同学就一起去翻译书 包括翻译一些那个年代的那一套办公软件 全部的说明书都是我们的翻译 哇 所以其实很 就我的第一桶金是靠翻译来 啊 我们换一个问题啊 你说你财迷 嗯 你你你谈恋爱了吗 谈过两任比较失败的 都是因为金钱 所以对金钱比较 那怎么是因为钱分开的呢 因为在两个人相处期间 我是每次都是付费 不是说计较 而是真的就是相处 他并且对方会向我借钱 都是你来买单平时啊 对 大部分都是 对方是学生收入少 不是学生 是已经有工作了 做什么呀 还在创业 做什么 还创业啊 你们俩当时什么关系啊 他跟你借钱 属于朋友关系 你还没有在计划 那我挺身的 但是在这两个人 �ived在医学中 都导致 找一个事情 他们想于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她不喜欢我 不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 一句话的事 事后发现呀 我们说那个花钱买教训 那对你来讲下一段感情你怎么相处呢 我觉得我不会有下一段感情 那你不会有下一段感情 陈卫 这个事交给你了 来美在当下 好吧 威姐教教你 咱们聊回到职场 咱们聊回到职场 你今天来找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对 你有异象的企业吗 一开始是凤凰传媒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需要的是一个 谁 凤凰传媒 对 我知道它在节目里面没有出现过 对呀 那你为什么要写呢 你可以写在场的一些企业 或者括号 我比较欣赏凤凰传媒 你把一家在我们的舞台上 都没有怎么出现过的企业 你写在了你的异象企业当中 我特别困惑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有一堂课是媒体财务管理 然后老师会让我们对一些传媒 那公司做一些财务报告的一些分析 然后当时就觉得挺好的 然后填简历也没想那么多 就觉得 哎呀 写上面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舞台上面 它没有 你知道它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写呢 课堂是课堂 求职 别说求职你来找实习是找实习啊 我错了 你跟我说你错了 没有用 哎 但我现在反而有点懂他了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是大大咧咧 他觉得一向起 我就想去这家公司 但他并不知道说 哦 一向起 我要写舞台上的 这个解释我不赞同 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确实 可是不觉得跟他性格是吻合的吗 你性格再吻合 这是找实习杠啊 我觉得姑娘迷糊不要紧 只要有才华 你求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拿出作品来 只要作品足够粗色 那你给他留灯好吗 有作品吗 可以 哎 好 行吧 第一环节 来 第二位企业家 用你们手边的按钮做出选择 还有三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李源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在天生我有才环节呢 李源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PPT想展示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个PPT是关于演出经济资格证 因为当时是想着 向这个演出行业发展 就关于经济的一个方面 然后当时是了解了一些相关的 觉得它算是一张通行证吧 就给它考了 然后关于全国计算机二级 这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基础的 但是我给它放上来是想 说我对这一些关于技术一类 还是很感兴趣的 像PS PR这些技术的 我是都有过涉猎的 然后第二个是 第二行第二连那个 中间的那一个是我在广场 偶然拍抖音 就是录小视频的时候解释的 他当时就过来问我 你是不是在直播 然后就这样解释 他会每周就缠着我 给帮他录一些视频 就是会帮他们拍一些广场舞 一类的视频 给阿姨们拍的那个抖音视频 有吗 要不我们看看那个 有准备吗 那个没有准备放上来 你自己有抖音号吗 对 有 但是我没有专门地运营过 姑娘 我想向你解释一些 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你求职 是用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 换取一份收入 你觉得你现在 跟我展示这些东西 值多少钱呀 然后我可以说两个 就是关于我做的公众号 和我做过的今日头条 因为我的专业 它是一个比较发散性 就是学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并没有很专业地 去运营一个东西 但是在我运营公众号的期间 是我们一个小团队 一个小组 虽然只是在当每半个学期 是运营一次 但是每次的阅读量还是蛮高的 阅读量蛮高的是多少 像公众号的话 一般是几万 新媒体运营 你理解的新媒体运营是什么 其实我现在是蛮想做 那个影视宣发方向的 就是我们现在课程所接触的 觉得蛮感兴趣的 那你应该去影视公司呀 你知道今天在场的 我觉得没有影视公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为你留灯的 其实都有新媒体运营岗位 因为现在自媒体 非常的火爆 对不对 所以在自媒体运营当中 包括文案 视频 策划 运营等等 你的主要能力在哪儿 文案策划 文案策划 对 然后那有自己开过账号吗 写过文案 就是今日头条 发了十几篇是关于情感上面的东西 题目还记得吗 就是关于成长那点事 多少浏览量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五点多万 那还不错 这里面呢 我觉得它整个的表现啊 有一点 你实际上是面试官最不喜欢的一类人 第一个表现啊 就是没有认真的做好功课 你跑到这个舞台上 来找凤凰传媒 而它不存在 第二呢 你对自己的入资意愿并不强烈 如果你入资意愿 公众意愿强烈 你就会很好地展示你的技能 第三呢 你的职业规划也很不清晰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你 没有技能 没有很明确的规划 只有一个愿望 我想发财 我想挣钱 那没用啊 谁给你这个钱 另外我一直想问的一点是 你为什么这么渴望钱 因为我觉得吧 嗯 钱能够解决很多事情 包括我现在是来求一个实习岗位 也是为了我能够接受多一份机会 因为我并没有什么的背景 就让我接触那一些什么所谓的很高大上的工作 包括是接触新媒体这个专业 也是我自己选的 我是从18年自己来到南京 然后选了新媒体这个行业 然后我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一份关于实习的工作 其实关于新媒体 这只是对于我专业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一直接触社会 我一直在找方向 就是不断地去尝试 我希望能够找一个好的方向 并且能够接受更多的一个机会 我需要的是一个机会 我现在的确我知道自己 给您每个企业带不来太大的价值 是 但是我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 我肯定能行 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我很自信 这点我很自信 好吧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 你这个意向企业都没填对 你怎么能够让企业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呢 孩子 我是真的想帮到你的 而且真的你应聘对自媒体运营的话 你怎么新媒体运营 你怎么能弄多少视频过来是吧 所以你看我问 有没有给大娘们拍的这个视频 能够让我们看看 其实 其实所有人都是在想帮到 对对对 其实是想看看你的实力在哪 你还年轻 你还有机会 说不定再过几年 你就变了一副样子 我知道呀 原先认为18岁23岁 是一个工作的稳定结束 丽媛 你光感叹这些东西没有用 感叹 段东 段叔让他说完 但是我现在20 我觉得23岁是一个开始 我这并不是感叹 我觉得从任何时候开始都来得及 对 你的生活经历是很多人没有的 但是呢 你把感受停在心里 没有把它表达出来 没有用你的新媒体方式表达出来 也许就失去了机会 对不对 如果从明天开始 你开始要做新媒体的话 你坚持一年 每天把你的故事 把它策划好 编辑出来 展示出来 我相信一年以后 你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我特别要跟他说一个几个清单式的建议 就是我做传媒 二十几年了 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来找新媒体运营 说了这么多很碎 第一 你就应该自己玩的东西 刚才都说到了 对吧 不管粉丝多少 我每天发一条 每天发一条 就有我的东西 第二是什么 我到这儿 我告诉你们 我昨天来之前 抖音排名前十的号都是哪些 我每天在看他们在发的东西 快手上每天都是哪些 对吧 然后呢 我昨天刚看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 讲抖音现在的策略如何如何了 快手现在要上市了 他又如何如何了 这些就信手拈来 真的 第三件事 琢磨琢磨现场的人 陈维老师 我特别喜欢你的抖音号 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号 马上这个机会就有了 你准备这三件事 今天无论成功失败 你就记住这三件事 到哪求职 先把这三件事办了 有可能就成功了 好吧 第二环节到这里 我们请三位留灯的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我们给陈维一点掌声 没想到吧 看似前面有些坎坷 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我们直接进入到 李源的第三环节 谈钱 不伤感情 每个大家给到你的就是新媒体的 助理港 然后呢 三千保底加提成 你在最后的一段的真情 确实感动到了我 我觉得应该给年轻人支持 我们都是曾经在大学 没有毕业的时候怀有梦想 对这个事业充满期待的 我希望为你的梦想插上翅膀 从现在开始 谢谢 有什么想问他的吗 其实我很感谢老师 就是能够给我一个实习感 为了一个机会 我也很相信自己 如果能够接触到这些 我一定会 就是能够做得很好 这点自先是很有的 好 那你还需要时间考虑 时间考虑吗 还是直接走上前 和陈薇拥抱一下 祝贺陈薇 也祝贺李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